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门 那么就在中共北戴河会议的前夕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的相关传闻再度流行 7月23号 重庆在中共党政系统内部传达了一份 中共中央关于薄熙来案件的调查 以及公开审判的情况通报文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重庆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 根据传达的信息呢 薄熙来将被以贪污罪 受贿罪 还有滥用职权罪起诉 但是准确的涉案金额还不清楚 据说这份文件仅仅是传达到县处级干部以上 但是很多的消息仍然流传到了网上 根据北京律师李庄的说法 传达的文件中 薄熙来涉嫌受贿2000万 贪污500多万 还涉嫌在谷开来杀人案中影响调查 涉嫌滥用职权罪 那么在上述的罪名中呢 受贿2000万 刑期是在10年到死刑之间 贪污罪最高的刑期也是死刑 而滥用职权罪 刑期则是在5到10年间 7月22号 中国大陆知名的学者毛于氏 还有企业家王公权 以及时评人校署等 发起许志勇事件之公民社会抗议书 目前这个签署的人数呢 已达400多人 在去年的11月份 中国大陆著名的法律学者 维权律师许志勇 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 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在信中他批评中共当局 为了维稳对民众实施的高压政策 今年的7月16号 许志勇在被非法软禁长达三个月之后 被北京市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正式刑拘 抗议书中说 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从远处说呢 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延续 从近处来讲 是对十年刚性维稳的延续 就当下而言 更是对习近平承诺的 全面实施宪法的公开背弃 抗议书称徐志勇 为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并指出 在许志勇被刑拘之前 警方已经刑拘或正式逮捕了 新公民运动的至少15名参与者 连署人士紧急呼吁 要无罪释放许志勇 以及所有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 而被捕的公民 也是在7月22号 来自南京军区 济南军区 广州军区 兰州军区 北京军区 成都军区 还有沈阳军区 这七大军区的 1600多名副转军官 齐聚北京按民街39号的 中共中央军委 与总政治部上访 要求恢复他们的干部身份待遇 他们手举着标牌 高喊口号 要讨盘公道 他们中的实名代表 获准向总政官员陈情 据说官员是要求他们 回当地解决诉求 上方者直到凌晨才散去 另外在广州市政府门前 星期二也聚集了 大批的退伍军人上访维权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 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开一会 再次动筹 对 这一时 见得